太美了,新义新西湖水库旁边生长着一片珍贵水山。 新西湖水库是新义市市民的大水缸。 近几年来,在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, 在市林业水务部门和屏东街道半等的共同努力下, 湖区周围生态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 水质也变得更加清澈透明, 一片郁郁葱葱的喜人景象。 经过辨认,这些树木原来叫水山, 是非常珍贵的保护树种, 被称为植物界的大熊猫。 据了解,这些水山是当年为保护大坝而人工造的林, 已经有大约35至40米高, 就像是保护新西湖的中城卫士, 形成一道静立风景线。 资料介绍,水山是世界上珍稀的结义植物, 曾广泛生长在远古时期的中生代白厄纪及新生代。 水山素有活化石之称, 对于古植物、古气候、古地理和地质学, 以及螺子植物系统发育的研究均有重要的意义。 经过反复研究, 终于确认今天的活水山就是几千万年前古代水山的后代, 并且在1948年正式定名为水山。